喝酒是人际交往,正常生活、工作以及娶乐过程中,不可或缺的。 虽然喝酒不可或缺,但是,喝酒并不是一个好习惯,尤其是酗酒,更是有害而无益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少量的饮酒,又助于身体健康。 但是,喝酒往往喝养生,吃香味的,是冲突的。 那么,想喝酒,又想要养生,该怎么做呢? 笔者认为,只要知道了下面这几点,那么,问题就很小了。 第一个是,不要快喝,很多人喜欢喝快酒,但是喝得太快,问题多多,这是笔者最不想看到的。 对于养生人士来说,喝太快,问题很严重,会大大增加突发疾病的危险,以及长月来看,对身体也是有害的。 第二个是,不要多喝,酒与烟是不同的,抽烟是多少都有汗。 而喝酒,喝是只要喝少一点,就有好处,喝多了,才会影响身体健康。 所以,不建议多喝,每天最多一两,也不建议每天都喝,一个月的酒精摄入量,不建议超过500毫升。 第三个是,不要空宿喝,这个大家都知道,空宿喝酒,是一个喝酒的大气。 空宿喝酒,不仅仅是会容易醉,而且会导致肠胃疾病,以及肝脏问题,还会对大脑产生刺激。 空宿喝酒,对身体的任何部位都没有好处,因为肠胃内是空荡,会引起乱缩或出血等症状。 由于空宿喝酒而导致的疾病,突发病,是最常见的,不建议空宿喝酒,喝酒之前,一定要在至少十分钟提前的时间内,吃点东西,避免空宿喝酒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